球迷 我最後締造進場人數的新高 滿場黃山軍篩爆大巨蛋 中信兄弟爪迷 再一次又行動締造終止入場紀錄 新朋友老朋友都來了 熟悉的沙沙沙應援團 一起殺進大巨蛋 整片黃海中橘色軍團特別醒目 成泰Kobras老戰友們 也來了不缺席周董的重要時刻 周思琦重劈蛇隊戰袍 隱退賽Day1大學長要扛起球隊第一棒 指定打擊 剛龍的這一季直球 周思琦出棒打到了左半邊 可惜主角周思琦 整場四個打數沒有安打 不過沒關係 學弟們很爭氣 高宇傑在打擊的部分 也有非常不錯的表現 三局下兄弟靠著 劉激鴻的手臂失誤 高宇傑率先上壘 只要成功上壘 學弟們就會比出蛇形 手勢致敬看台上的大學長們 有蛇拳加持 兄弟打線越打越火燙 宋承睿打出一支安打 張志豪接著選到保送行程滿壘 接著輪到徐激鴻 發揮了 背腳這個球帶起來 看一下在右外野方向 安打送回兩分 讓兄弟相超前比數 接著曾宋恩也急出適時安打 讓兄弟相再跑回兩分 一局攻下四分 擴大領先優勢 郭田信這次把握高起來的訴求 龍隊在七局上繼續追分 靠著郭田信、張震宇、張宥佳的 連續安打追回一分後 最後被抓到雙殺 無緣將攻勢延續 中場中信兄弟就以4比2 擊敗魏拳龍 徐激鴻也靠著三局下的兩分 打點惡蕾安打 獲選單場MVP 大家都是很希望能夠為學長 贏下這場勝利 讓他能夠很開心的 穿著這件球衣這樣退休 那希望這場勝利是獻給學長 把勝利和學長分享 想替周思琦聯誼兩場 兄弟相搶下這場勝利之後 魔術數字降到M6 距離下半季冠軍越來越近的同時 中信兄弟在締造中職 票房新紀錄 今天喜歡的綜合報導